好 大概要叼人像 像大概這樣啦 那 我自己先存一下 第七階 欸我剛剛是怎麼過來 OK 呃 好 以現在的面數啊 能叼成剛剛那個樣子才有鬼啊 所以其實我剛剛 已經大概又隔了兩階 好 那 這邊呢 在這一個階 這一階的時候呢 你先把brush呢 切到 Standardbrush 我先看一下這裡 這個有沒有在錄影啊 有 OK 下去一點 這邊呢 第一個 就先 Standardbrush 刷一刷刷一刷刷一刷 然後這邊呢 是眼眶嘛 對不對 呃 眼眶齁 先等一下處理 先處理 鼻子好了 鼻子的話 大概刷一刷 然後挖鼻孔 就 Auto盤子不放 挖 OK 然後這樣刷一刷 好 好 這邊 這個Rotate一下 哇 好深的鼻孔 好 Smooth一下好了 這邊呢 大概是臉部的肌肉 我稍微處理一下 臉部的肌肉 好 眼眶 呃 這邊不要這樣 我先 這個面數可能要再多一點 那個 眼睛才能夠弄出像剛剛那樣子的效果 我先額頭處理一下 眉骨 處理一下 好 再來呢 呃 這邊 調一下 可以開始了 這邊大概可能要先細分 Ctrl D先細分一級 細分一級以後 你可以發現你剛剛雕的一些東西 已經又必須要再重新處理 像這邊其實已經有點 塌陷的現象 這邊是嘴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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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 眼睛那邊的部分呢 呃 這邊還是先加強一下 眉骨還是再加強一下 因為這個接速一高啊 還是要再處理一下 重新處理一下 這邊再刷個幾筆 幾筆這樣 這個方向 刷個幾筆 好這邊 呃 眼球 先這樣刷一刷 刷一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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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滑一下 因為你可以看到面數又不夠了 我又忍不住很想按那個 Ctrl D 其實你在刷的時候 會忍不住一直想按 這很正常的 連我都想按 好 再來呢 我們這邊呢 把筆刷呢 切到clay clay的這個buildup 然後這邊呢 claybuildup 再刷這個 這個區塊 你會發現面數根本不夠 對不對 所以根本出不來啊 可能做D 管他亂按 其實這是不好的 不好的習慣喔 真的其實應該是要掉一擊 然後全身都大概處理完了 才 才弄到這個地方 但我現在已經有點不耐煩 就 偷懶一下 表情有點和善 不太對 對啊 那表情不覺得有點和善嗎 怪怪 對啊 和善的就不行了 沒殺氣啊 喬嗨嗨 其實claybuildup 他如果說你不要刷太用力的話 這樣輕輕的加其實還不錯 輕輕的這樣慢慢加 可是看起來有點老喔 就那個皮膚有點 對啊 有點皺摺的感覺 對 對啊 可是你看他這樣慢慢加那個厚度是還蠻好用的 OK嗎 要不要先做這一段 我大概又加了 我又不知道加了幾階去喔 所以我現在大概 喔 第五階了 不過記得喔 你能的話 其實盡量養成好習慣喔 不要像我這樣子 好 來做一下吧 來 好 做一下吧 來 來 pointer 來 下 點 �믊 strate 先 感谢观看